調度司法警察條例 修正日期 民國69年7月4日 M.P.3錄製者 露天拍賣 第1條 檢察官因辦理偵查執行事件 由指揮司法警察官 命令司法警察之權 推示於辦理刑事案件十一童 第2條 左列個員 於其管轄區域內為司法警察官 有協助檢察官 推示執行職務之責 1. 市長 縣長 設置局長 2. 警察廳長 警保處長 警察局長 或警察大隊長以上長官 3. 憲兵隊營長以上長官 第3條 左列個員為司法警察官 應聽檢察官 推示之指揮 執行職務 1. 警察分局長或警察隊長以下官長 2. 憲兵隊連長以下官長 3. 鐵路 森林 漁業 礦業 或其他各種專業警察機關之警察官長 4. 海關 延廠之巡器隊官長 前項第三款 第4款 人員受檢察官 人員受檢察官 推示之指揮 以與其職務有關之事項為限 第4條 左列個員為司法警察 應受檢察官 推示之命令 執行職務 1. 警長 警示 2. 憲兵 3. 鐵路 森林 漁業 礦業或其他各種專業警察機關之警長 警示 4. 海關 延廠之巡器員警 前項第三款 第4款 人員受檢察官 推示之命令 以與其職務有關之事項為限 第5條 區長 鄉鎮長 或其他依法令關於特定事項的執行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職務之人員 就與其職務有關及該特定事項 應受檢察官 推示之指揮命令 第6條 檢察官 推示辦理刑事案件 於必要時的傷情所在地保安機關 警備機關協助 第7條 檢察官 推示請求協助或為指揮命令時 得以書面或提示指揮證以言此行之 必要時得以電話行之 第8條 指揮證由行政院制定頒行之 第9條 受檢察官 推示之指揮命令者 應急照辦 不得藉此嚴格 第10條 檢察官與司法警察 及關於職務之執行 應密切聯繫 其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11條 本條例 第3條 及第4條 規定之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 辦理本條例規定事項 這有成績或有廢池職務之情行者 該管首席檢察官或法院院長的禁與嘉獎 即公、即大公或申解、即過、即大過 其廢池職務情結重大者 並的喊請該管長官與已撤職或其他處分 第12條 依前條 進行蔣誠之事件 該管首席檢察官或法院院長 除因通知受蔣誠人之主管長官外 因曾報法務部或司法院 並分送主管全序機關登記 第13條 本條例 第二條規定之司法警察官 辦理本條例規定事項 這有成績或有廢池職務之情行者 由該管首席檢察官臣請上級檢察長官或法務部 或由該管法院院長臣請上級法院或司法院 轉請其該管長官與已講成 該管長官應及切實辦理含附 第14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備註 附件請參閱中華民國現行法規會編 1983年5月版 19-12514-12524頁 調度司法警察